例如有一個電鋁 正電鋁 好像是正電鋁由這裏開始走出來 然後流到腹極那邊 然後電池再把電鋁抽上去 為什麼要抽上去呢? 正常來說這邊是高電勢 所以能量是高的 由高流向低 就是水由高處流向低處 但到電池方面其實是有些特別的 電池例如一般電池是有些化學的東西 它利用化學的反應去提供能量 將電鋁由低處抽上高處 就是從低的地方抽到高位 然後由高位置流向低處 所以我們說電源之間的能量差別 它叫做EMF 代表什麼呢? 代表一些外力 有些外力令它產生這個能量差別 這個和我們正常的 譬如說這裡有個抵抗器 這裡兩點之間 它當然是有個能量差別 有個Voltage 這是一種正常的 因為電流由高的 流向低的 這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由高位流向低位 而這個由外力令它由低變高 我們就叫做EMF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是 它的分別 但這是外力所造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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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